拿摩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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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意 作为大的比丘 作为居士的比丘 请宣开经本 请看经文 弥勒菩萨百佛言 世尊 于此世界 由己属不退菩萨 生彼佛国 佛告弥勒 于此世界 六十七亿不退菩萨 往生彼国 一一菩萨已成供养 无数诸佛 次如弥勒哲也 作小行菩萨 即修习少功德者 不可称计 皆当往生 佛告弥勒 不探我差作菩萨等 往生彼国 他方佛度 亦福如是 其第一佛 明曰远照 彼有百八十亿菩萨 皆当往生 其第二佛 明曰宝藏 彼有九十亿菩萨 皆当往生 其第三佛 明曰无量音 彼有二百二十亿菩萨 皆当往生 其第四佛 明曰甘露位 彼有二百五十亿菩萨 皆当往生 其第五佛 明曰龙圣 彼有十四亿菩萨 皆当往生 其第六佛 明曰圣力 彼有万四千菩萨 皆当往生 其第七佛 明曰狮子 彼有五百亿菩萨 皆当往生 其第八佛 明曰狮高光 彼有八十亿菩萨 皆当往生 其第九佛 明曰得手 彼有六十亿菩萨 皆当往生 其第十佛 明曰妙得山 彼有六十亿菩萨 皆当往生 其第十一佛 明曰得山 皆当往生 其第十二佛 明曰无上花 彼有无数不可称计 诸菩萨众 皆不退转 智慧勇猛 已成供养 无量诸佛 于七日中 皆能奚取百千亿菩萨 皆当往生 其第十三佛 明曰无畏 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 诸小菩萨 及彼丘等 皆当往生 佛于米勒 不但此十四佛国中 诸菩萨等 当往生也 十方世界 无量佛国 其往生者 亦福如是 甚多无数 我但说 十方诸佛名号 及菩萨比丘 身比国者 昼夜一节 尚未能尽 我今为如略说之耳 这是第三十三章 菩萨当生 正中分的最后一段了 弥勒菩萨是后半部的当机众 他以等觉菩萨 后补佛的身份 又向释迦牟尼佛禀白 就是问一个大众很关心的问题 就是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 有多少不退转的菩萨 能够往生到阿弥陀佛的国土 这里所问的是 问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代 今生 以及释迦牟尼佛注释的 这个娑婆世界未来生的人数 往生的人数 这个问法不问已经往生的人数了 那么释迦牟尼佛就告诉米勒 在这个娑婆世界 有六十七亿这么多的 不退转的菩萨 也就是菩萨摩赫沙勒 能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这些不退转的菩萨 他们的功德智慧甚深 一一菩萨 每个菩萨都已经在 无量节的修行当中 供养过无量的诸佛 那么他们的身份地位 那不退转菩萨有的原教出著 都称为不退转 那可能他是十座十行十回向 乃至于十地等居的位置 所以这些菩萨赤罗弥勒者也 就跟弥勒菩萨的位置是相近的 甚至是奴相等同的 这个赤鲁 有的也可以理解 就是顺赤可以落大涅槃 就好像弥勒菩萨这样的身份和功德 赤鲁弥勒之一 那么这个小心菩萨 就是实性慰 内凡外凡出发心的这些菩萨 他们修习少功德 就是没有广修六度万分 但是他们也具足信任称名 都能够往生 其数量也是不可称计 数量很多 佛进一步告诉弥勒菩萨 不但我所住持的刹土 这些大菩萨和小菩萨 能够往生极乐世界 还有他方世界 也这些大菩萨小菩萨 也都能够往生 这里面释迦牟尼佛 就当下佛言清净 限量的就粘出了十三个刹土的 这样的往生的情形 那么这些刹土的 佛的前后 大概以他的出世的前后 所以他就讲第一佛是远照佛 有一百八十亿菩萨 未来都能往生 第二尊佛是宝藏佛 有九十亿菩萨能够往生 第三尊是无量音佛 那么这些佛号都是 或者是按他的音形的 修行的特点来建立 或者是度化众生的果决来建立 那么无量音佛 他的刹土有二百二十亿菩萨 能够往生 那么第四佛 这些都很清楚了 那么现在我们看看 第十二尊佛 这个特别描述了一下 这个无上花佛所住持的刹土 他们那些往生的菩萨众 就用了一个无数不可称计 这个刹土 进度的缘分特别深厚 这么多的菩萨 不可称计的菩萨都是不退转的菩萨 智慧甚深 勇猛精进 已经供养过无量诸佛 无量诸佛 他们能够在七天 这个时间当中 就能奢取 百千亿节 菩萨大师所修的坚固之法 就是他们能够得到一种种词的功德 得用了 用很少的时间 能够把其他的菩萨大师 修行很长时间的那种功德 去向十项的菩萨的法的功德 都能够获得 在唐一本里面 对这段经文 是讲这些菩萨 在七日当中 能够令众生 离百千亿 那由他节的生时流转 那么这里面 这些大菩萨 或者从自立的角度 失去众多的功德 来圆满自己的福德智慧 或者从利他的角度 能够令 在七天当中 能够令众生 离开很长很长节的 这样的生时流转的苦 这表明他们有很殊胜的 自行化他的这样的能力 那具有这样的福德智慧的菩萨 他们都要求往生 自求往生 这跟普贤菩萨 文殊菩萨 自愿往生 是同一种这种风格的 好 第十三尊佛 就是无畏佛 他们那个叉土 也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 这个往生 那么小菩萨及比丘众 也是不可称计 皆当往生 那列出了这么十四个叉土 包括说普世线 十四个叉土 是无量无边的 十方叉土的一个代表 但是不仅仅是这十四个佛国 所以佛就进一步说明 十方世界无量无边的佛国 无量无边的菩萨 比丘 天人往生 也像这十四个佛国一样 甚多无数 那么下面有一个总结性的法语 就是我谈到这些 他方世界国土 往生的 这个叉土的 这个祖福的名号 以及 一一佛刹的菩萨 比丘 往生 极乐世界的 这种 名称和数量 就是用一节的时间 昼夜 都来宣说 都没有办法 说尽 表达 完成 都没办法表达完成 就说明 很多很多的 岔土的众生 都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 于是我们看到 极乐世界 人数 那也是 无量无边 阿正起说 没有办法算清的 所以 释迦牟尼佛说 指示我为卢 以弥勒菩萨为代表的 仪惠大众概略地 述说一下而已 好 请看下面 佛告米勒 岂有德文 彼佛名号 欢喜踊跃 乃至一念 当之此人 为得大力 则是具足 无上功德 事故米勒 设有大火 充满三千大千世界 要当过持 文士经法 欢喜信要 授持读诵 如说修行 属于此何 多有菩萨 欲闻此经 而不能得 若有众生 闻此经则 于无上道 终不退转 事故应当 专心信授 持诵说行 悟今 为足众生 说此经法 令见 无量受佛 及其国土 一切所有 属当为者 皆可求之 无得 以我灭度之后 互生 疑惑 好 先看这一段 好 从这段开始 就进入 无量受精的 第三个结构段 流通分 流通分 首先有 三个章节 第三十四章 独流此境 释迦牟尼佛 在这里 对弥勒菩萨 有一个 殷重的富足 就是富足 这部经 这部经 也就是这个名号的功德 所以你看 告诉弥勒菩萨 如果有缘的众生 闻信 阿弥陀佛的名号 这种 生其欢喜之心 欢喜就是内心的 一种 一种 情态 喜爱在内心 踊跃 这种内心的 这种 喜悦的心情呢 这个表现在 这个深夜上 踊跃 那这种欢喜踊跃 乃至一念 它竟然有 大欢喜之心 有这个信心 当然它会 常常意念 意佛念佛 那这里用 乃至 就是最低限度 就是哪怕是一念 前面也谈到 信心 欢喜 这个 乃至一念 自心回向 都能往生 所以我们就看到 这一念 一定要注意 祖师大德 对这一念 也多有 多有阐述 这一念的功德 是大不可思议的 讲佛法 会觉得很高 众生法 会觉得很广 但是我们从自己当下 就是现前这一念 还是能够 入手 把握得比较亲切 那么观照这一念 我们 这个 这个 从真起望 从真如自信 一念无明妄动 进入无明 这种 生死的 轮回的境界 也就是一念妄动 无明状态 从一念开始 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轮转之忠途 闻到佛法 我们修行 旧路还家 这个 回归自信本源 也是这一念 叫因念相应 跟这个佛法 法性相应 所以 进入无明大梦 和最后从无明大梦 醒过来 属见闻觉知的一切法 都在这一念之内 所以这一念 从它的体性来看 这个横并十方 数穷三尽 那么 这一念 它的体性 也就是全体的法界 十法界 都是我们现前一念 或者随近缘 或者随染缘 属现现 属显现的境界 那么 现在我们以现前一念 专门来念 阿弥陀佛 好 那现前这一念 念阿弥陀佛 由于它横变十方 所以我们这一念 一戏原名号的时候 我们当下能念的心 就在极乐世界的 一刃庄年里面 阿弥陀佛的 这种法报化三身 也就录到我们 能念的心里面 这就比喻 常常比喻就是 两面镜子 互相映照 互相含失 从这里表明 你这个能 能念的心 和鼠念的符号 在空间上横变十方 互相交涉 那么从它的时间上来看 能念和鼠念体性 叫肃穷三计 肃穷三计就是 过去现在未来 是三计一如的 是没有前后差别的 所以这一念呢 你就这个 称呼产式曾经表达 你这样去念 你念佛时 即见佛时 见佛时 即成佛时 在我们的生命心 情况下有念佛 你念佛才能见佛 才能成佛 这三计是有隔开的 但是从它的体性上来说 这三计是同 三计呀 过去现在未来是同时的 既然是同时的 你念佛时 即见佛时 见佛时即成佛时 你求生时 即往生时 往生时 即度众生时 那你看这一念 那就是不可思议了 这就有时候就表达它是像 樱陀罗网的那个珠子 珠子和珠子之间的光色 互相交涉 从从无尽 难分彼此 所以这个 所以我们祖师就常常说 一念相应 一念佛 念念相应 念念佛 你这一念相应了 你就是佛 念念相应 念念佛 从往生的情况下说 一念相应 一念生 念念相应 念念生 都离不开这一念 所以 所以这一念是用信愿来庄严的 感通到佛的弥陀怨海 他就被弥陀的 怨离光明所照射 那这样念佛人 就能得到大利 大的利益 就是能够往生 能够去做阿皮拔志的菩萨 就是具足无上功德 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就把阿弥陀佛果地上的功德 就转换成了自己的功德 是有这么样的一个 圆顿的功能作用 所以弥陀菩萨要为这个净土法门 闻佛名号的功德 作大守护 那既然这个法门具有这么殊胜的得用 得真实大利 无上功德 那就设定要应尽求法 因众求法 不惜生命 纵然这个三千大千世界 充满着大火 火焰山 你都要穿过这样的大火 去闻无量寿经 那么闻到这个经法 一定要生大欢喜之心 稀有难遭之想 要有信心 要有无限的好药之心 那么就得要受持 信寿修持 要读诵这部经 在其他的原本当中还谈到 要书写 要礼拜 这些 如所修行 你读这个经 要如佛所说 来修行 为什么要这样去求法 来修法呢 要 其原因 就是在十方世界 无量节的过程当中 有很多的菩萨 他们想要 听闻这部经 而不能得 就是能得到这部无量寿经 是很不容易的 这个焦慢 避懈怠 难以信持 清净有戒者 还有曾经 在佛那里 你种过善根 才能够得到这部经法 就好像金刚经也讲 你对金刚经这个张句 能够得到 能够生起不经不布 不畏之心 那你的善根 不是在一佛二佛 三世五佛而种善根 乃是以无量诸佛 而种善根数字 你能够得无量寿经 都要无量诸佛种善根 可想而知 要想得这部无量寿经 更是要无量无边诸佛 所种善根 才有可能 所以有些菩萨 没有种到这么深厚的善根 想闻这部经 而得不到 所以我们现在 文性这部经典 都说明我们多神多劫的善根数字 也是阿弥陀佛无量节以来 随行六道 跟我们生节法源数字 好 如果有众生 文性这部无量寿经 他就能 于无上道 就是阿弥陀佛三秒三菩提 终不退转 实际上 这部经典很特别 很殊胜了 这佛为一切文性这部经典的人 受祭 永远不会退转 那么在宋一本里面谈到 有些菩萨文字不经 得不到 得不到 虽然他有大威德 能生佛法广大义名 就是他修通途的 都很有威德 能够其他的法门都修得很好 但是由于持法不能听闻过 有一亿菩萨退转 阿弥陀佛三秒三菩提 就是由于他修通途 但是没有闻到净土法门 竟然有一亿这么多的数量的菩萨 退转阿弥陀佛三秒三菩提 那这个都是很严峻的事情了 那为什么这样说呢 由于你修行靠智力 从这种制度的角度来看 他就碰到显向还生 很难圆满智力的功德 然后要度化众生 你没有这个净土法门 你也没有办法完成度众生的这种事情 所以智力有风险 有坎坷 有挑战 有退转 利益众生也很难达到目的 那当然最终他就会疲倦 他就会后悔 他就会怀疑 最终他就退转 所以如果我们文信这个净土法门 智力能够快速的 得阿弥陀兹圆成佛国 利他也是简单直接 只要信愿 吃鸣感通 就能够横截生死之 六道之苦 这就很好了 所以我们就想的 映祖为什么常常说 十方菩萨离开这个法 上不能圆成佛道 十方菩萨离开舍这个法 下不能普度群蒙 就是这个道理 他上不能圆成佛道 下不能普度群蒙 他就会退转 阿弥陀兹三面三部的信 那恰好这个法门 上能够圆成佛国 下能够普度群蒙 就能圆满 阿弥陀兹三面三部的信 所以闻到这部经 与无上道终不退转 按寒作 没有闻到这部经 与无上道就有退转的风险 所以就应当要专心 就是一门深入 全心全意 自称恳切地来相信这部经 来授持这部经 授持这里就包含着四点 一定要持 持就是信愿持民 按这种三倍往生的条件去做 授就是常常要去读授 读就是拿着经本来读 授就是读得很熟 都能够记下来 说 就是你要去宣说这个法门 你如受而说 行就是如说而行 那么佛说我现在为你们这些众生 为作众生 就是九法界的众生 宣说这部无量寿经的念佛法门 并且呢 这个深恐你们 有怀疑不能相信 还在这个法会上 这个阿弥陀佛亲自献钱 让大家见到 以及见到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 这是慈悲之极了 所以数当为在这个求知 你们就要把生命当中 这种了生托食原成佛果的这桩大事 要去作为 你只要这个作为都能顺着佛言 都能够满愿 尤其满愿了 成就往生极乐世界这一愿 就等于成就了一切大愿 就不要以我灭度之后 再生起怀疑 迷惑之心 说哪有西方极乐世界呀 它在哪里呀 虚无缥缈啊 不要再生起这样的疑惑 好 请看下面 当来之事 今到灭尽 我以慈悲哀鸣 特留此今 止住百岁 其有众生 执失今者 谁亦所愿 皆可得度 佛与米勒 如来信事 难直难见 诸佛经道 难得难闻 菩萨圣法 诸波露面 得闻亦难 欲善知识 闻法能行 此意为难 若闻诗经 信要受此 难中之难 无过此难 事故国法 如是捉 如是说 如是教 应当信顺 如法修行 好 请看这一段 这段经文 也非常重要 非常悲心 而且很有忧患意识 那么 当来之事 就是释迦牟尼佛以后 以后的时代 经 佛说的经道 渐渐的要在这个世界 灭尽 这个灭尽的时间 一般讲 正法一千年 有的说是五百年 由于 正法一千年 相法一千年 末法一万年 那么正法就是 有教 有行 有正果 这正法 相法 相就是 相似 就已经 变位了 但还相似 所以这个 这个时代 也是 有教 也有修行 但是 没有正果 末法呢 那就更那个了 更谈不上正果的问题 有教 都很少有修行 所以到了末法 末法一万年 渐渐的 现在是已经进入末法了 末法 这个 到了人寿平均52岁的时候 法灭尽经说 像 能言经 波州三味经 慢慢之消失 灭尽 灭尽呢 到人寿平均 刀兵级的时候 众生的 捏力 就很重了 这个 次第的 灭尽的话 最后 留在这个世间的 经典 就是 无量守经了 或者是 阿弥陀经了 由于 所有的众生 烦恼很重 业障很重 你讲圣身的那种佛性的 这种 智力修行的法 已经没有办法了 所以最后就是靠 阿弥陀佛的 大悲愿力 佛力的拯救 到了 刀兵级的时候 有众生 由于受苦难的逼迫 还生起 厌离之心 还有愿往生之心 他 念阿弥陀佛 念全 乃至念出一个字 都能往生 所以这个 释迦牟尼佛说 我以大慈大悲 怜悯之心 特别 就是读 只留下 这无量寿经了 只留下 无量寿经 住一百岁 也就意味着 在这样的时代 其他的经典 都产生不了作用了 只有这部经 才能起始回生 才能对苦难众生 做最后的救度 那么说 一切经道都灭尽了 但只要有无量寿经 还存在 实际上也就等于 一些经典也存在 由于六字 鸿鸣是大种词 也就意味着 未来的佛教的 反卖的这种流传 完全就 系在了这个净土法门 弥陀名号上 那么在苦难生重的 那样的一个 这个时代 刀兵节的时候 只要直遇到这部经典 只要升起 深信切愿之心 都能够 往生净土 离开 三界的轮回 这几句经文 常常是被使用的 称为是 两土是至尊 至极的悲心 预先为 刀兵节的苦难众生 把救度的方法准备好 那刀兵节 人均平均十岁 身高只有三尺 这个有时候还不到三尺 寿命十岁是上寿 最高的是十岁 可能平均六七岁就死了 那样的一个 那时候众生 都能够仰靠这个法门 得度 那么应该说 我们现在好好念佛 那就更应该可以得度了 那么佛又告诉米勒菩萨 这里谈出了五种难 来告诉米勒菩萨 愚慧的大众 乃至于未来的众生 对这个法 它是极为难性的 从这个五难 次第的都来看 这个厚厚胜于前前 首先第一个难 就是欲佛出世难 如来 出现在这个世间 视线八项成道 这是众生很难遇到的 很难遇到的 所以佛出世就像 幽昙花 昙花一现 就像闪电 一闪就过 所以没有甚深的 善根佛源 很难跟佛 生在 这样的同一个时代 同一个国度 偶尔侥幸生到了 同一个国度 是不是就能见到呢 也很难见 那么佛讲经说法的时候 曾经一生 在王舍城 世卫国王舍城 讲法有二十多年 王舍城有九亿人 九亿 这个亿大概是 或者是十万为亿 九十万 或者百万为亿 九百万 比如那个印度 那个亿 或十万或百万 那么这个九亿人呢 说是 见佛住了那么多年 有三亿的人 闻到佛 也见到佛 有三亿人 听说有佛 在世卫层住 但是没有见到 那还有三亿人 不闻不见 闻都没有闻到 你说同样 住在这个城里 你想见也不容易 他没有这个善根了 甚至像城东老摩 就整个不想见 逃避 所以这个奴来心是 难知难见 像我们在座的社会 就没有这个善根 没有 没有直到佛事 也没有见到佛的那种 那种威德 向好光明 那如果能够 直遇到了 见佛了 那都有得度的因缘 或者当生得度 或者当生种下得度的因缘 不会空过 第二个难就是 这个佛法难闻 这个祖佛 这个赤地地在我们这个世间 视线八向城道 就像释迦牟尼佛 他也是 无量成点结以前 早已实成的一尊古佛 来到我们这个世间 已经很多很多次了 梵马尼经说 已经是八千次来到我们这个世间 但是八千次都要就讲经说法 但是我们很难闻到 难得难闻 这个难得就是得到这个经本 难闻就是产生信心 第三种就是信大乘佛法难 在佛的经道当中 有藏同别缘 那个大乘圆顿的佛法 这叫书圣之法 六波罗蜜 十波罗蜜 乃至五两波罗蜜 要得到这样的大乘的经典 要产生信心 又更难 第四种就是欲善知识难 善知识就是 有道心 有道心有智慧 能够引领我们走向佛道 菩提大道解脱之路的 这样的人如明灯如祥道 那么你要遇到这样的善知识 不容易 没有多生多节的这种善根 你可能遇到的就是邪知识 恶知识 遇到善知识 你能听善知识讲法 之后能够修行 这也很难 第五种 那进一步就是 闻这部无量寿经 产生信心 好药 能够落实在行动当中 受识 这就难中之难 所以前面四个难已经很难了 那么闻信这部经 来修念佛往生一法 是超过前面的四种难 这是难中之难 没有比文信这部 文得到这部经 相信这部经 来依教修行的这桩事情 没有世界上 没有比这更难的 无过此难 你说说这个 这是佛说的 那确实很难了 你说成证淘汰 我们得人生已经很难了 得人生有几个闻到佛法 闻到佛法 有几个能够听信 闻信净土法门的 闻信净土法门的 有几个能够 真的是身性切愿 真修实干的 真修实干有几个 能够发长远心 一往情生的 你只要尘尘淘汰 留下的没有多少 如果大家都很容易相信 那整个的三千大千世界 早就空了 还如何只有六十七亿 大菩萨 以及虽然不可数 但是还是有更多更的众生 滞留在这个轮回里面 所以这是一切世间 极难性之法 难性 好 那这个用五种难来 来比框 是要让我们 生起这种稀有难招之心 坚定我们的信心 能够难能可贵 那不是水中生年 乃是火中生年 那是人中分陀的话 佛都赞叹这样的 是我的善亲友 与观音世质 对这样的真心念佛人 都是道友的关系 下面就提出三奴士 似乎我这个法 这个法 佛法是 最终是出世间法 大唱十方诸佛 引领众生 出世本怀的法 就是念佛往生净土一法 所以这就叫我法 那么这个法呢 三如是 如是作 这个炉就是炉炉 真炉 石像 法界 那这个桌 桌就是造桌 缘起 那我们看 卢是桌 首先看 阿弥陀佛 因地 他是怎么做的 他是 发了大菩提心 然后 发了四十八大愿 极功累得 一项专严 专制庄严庙图 最后成就了西方极乐世界 成就了这个六字鸿鸣 所以这个桌 是阿弥陀佛 这种法界的源起 他的那个大怨 大恨 是称何真炉法性 所原生起来的 也就是以无量因缘 升起的这个净土法 这是卢士做 那卢士说 这就指 释迦牟尼佛 我在菩提树下 悟到 证到了 阿弥陀佛三秒三菩提 这时候 我限量轻震 知道法界当中 有阿弥陀佛 大愿源起的这桩事情 有西方极乐世界 无尽的一种庄严 这是九法界众生 究竟 圆满的归宿 那么 他能够会议众生 真实之地 那就依照 净土法门的 这种救度众生的 势力因果 称信宣说 如是说 不加自己的一点 这个东西在里面 按照净土法门 如是的状态 来宣说 如是说 如是教 那说出来是要去 这个 教化众生的 那众生在轮回里面 最大的苦是 生死大苦 所以 一切诸佛的教化 就是要首先解决 众生的分段生死问题 进不解决 他的便义生死问题 所以教化的目的是在这里 那么 净土法门 他所指向的目标 恰好就是 另一切众生 离开两种生死 知苦 原成自信 涅槃的 藏了我尽 所以就顺应着 弥陀的 大愿的 教法 来宣说 如是教 劝民大家都要到 西方极乐世界去 不仅是 说普世界教族 释迦牟尼佛 如是教 乃至于十方 无量无病的插图 也是 如是教 那么 这是佛 两度是尊 阿弥陀佛 如是做 释迦牟尼佛 如是说 如是教 那站在我们这些众生的角度 就应当信顺 信 就是 养信 相信 不加怀疑 因为 两度是尊 都是如是 如是就表 我们应该要信顺 那么 相信 顺着 两土是尊的教诲 这种信 也就是 既然它是 如是 如如 真如 我们这个相信 我们依教奉行 也是随信了我们的法信 随信了真如 实相 信顺 这个顺也代表孝 你能够这样去相信 也就表明你对于 这个两土是尊 乃至于 对这个法门所赋念的 十方诸佛 我们 奴子 跟父母的关系 孝顺 叫 听话 佛 要我们放下的 离开的地方 我们就离开 佛 要我们求往生的地方 我们就求往生 不要说 佛常常说 这个世间 五额五痛五烧 以后 愈炎愈烈 不容一刻地停留 要我们赶紧走 我们就听话 赶紧走 你不要 还要抬杠 这个地方还蛮不错 我要在这里搞人间净土 我先不走 我要生生世世在这个地方 那你就 你就没有信顺了 不顺了 所以要 如法修行 如法 就是如佛 所说的这个教 教法 来修行 不要自己 立一个什么章程 一定要 如法 修行 所以这些 都是 要我们 对自己的根基 要有一个 清醒的认识 对这个法 要有一个 尊重 这个法 是从真如实相里面 建立起来的 是两种事情 从慈悲心里面 不断宣缩的 我们一定要 老老实实的 按照佛所说的法 来修行 而且一门神怒 万年莫晚 这才不辜负 释迦牟尼佛 在这里 这样的一种 悲悯的劝勉 这样的一种辅助 生怕我们这些众生 不去信顺 不去修行 都到三个道里面去 好 请看下面 二十四尊 说此经法 无量众生 揭发无上正觉之心 万二千 那由他人 得清净法眼 二十二亿 二十二亿逐天人民 就是闻到这个 经法所得到的利益 看这个利益 那是很不可思议 就是那个灵山会上 无量寿经法会上 释迦牟尼佛在宣说这部 无量寿经的经法的时候 有无量的众生 就是没办法用数量来说清楚的众生 都发出了无上菩提之心 这发无上菩提心不容易的 那发了无上菩提心 那就是菩萨 那由一万二千亿 那由它是亿 有一万二千亿 这么多的人 得到了清净法眼 清净法眼就是 见到四圣地 苦及灭道的真地 也就是出国圣人 圣文教的出国 那么有二十二亿逐天人民 得阿那汉谷 就是得到了三国 不来 住在五不环天 五禁止天 这三国有二十二亿 八十万比丘漏进一截 就是有八十万比丘 这么多人数 证到了阿罗汉 漏进就是烦恼 见识祸已经尽了 得一切智了 证人我空了 有四四亿菩萨得不退转 有四四亿菩萨得到 阿皮八字 不退转的味道 那么以这些不退转菩萨 就生起了红势 就是上求活到下化众生 这样的红愿大势 以这样的功德 作为盔甲来装严 那么这些菩萨 于将来是都能成佛 在这里我们可以讨论一个问题 这个我们在前面看到 余慧的大作 只是一万二千大比丘 菩萨以普贤文殊 弥勒为代表 有贤结的菩萨参与的法会 还有在家的贤父等十六正士 参加了这法会 以及谈到这些 这些菩萨 都皆尊普贤 大势之德 最后也谈到是菩萨大势 不可称计一时乃会 那么这里就是 你说灵鹫山 得到这么多利益的众生 是不是就是在那个 时空态里的众生 是这些众生吗 因为它的数量太多了 太大了 你无量众生 都发了无上正觉之心 那灵鹫山 那个灵鹫山我也去过 这个有时候我们从大神经历 看那个地方多么富力辉煌 菩萨释放不上来 对我们可能是 也捏仗很重 一到那看 也就是像一般的山差不多 也不是太位额 也不是太开阔 据说那讲无量寿静的地方 现在都是基本上会须 一个婆罗门教的人 搞了一个小刊 我们倒很虔诚地拜 谁知道他还要我们的钱 都也是搞旅游的 我们还在那里念了一下阿弥陀经 就是缅怀一下在这里说法的地方 那看过去都是很一般 那么怎么会想象 这是很难想象的 就在那块地方 有无量众生介法 这个无上正觉之心 有一万二千亿 就是这个数量太大了 所以我想可以 是不是能够给出第二种解释 就是当说这个无量寿静的时候 不仅在我们难言佛题的 这样的灵灸山在说 可能同时在他方世界 也在同时说 所以得到这么利益的人 是很多很多场地 说无量寿静的人 都能都得到利益的一个总和 那为什么这样说呢 这里面就是我们要突破一个空间的概念了 因为在佛菩萨的那样的一个限量轻震当中 它空间是有时候是可以打破的 我举两个例子 我们看大圣经典 大家看那个观世音菩萨 也得大事菩萨受寄金 这就是释迦牟尼佛要宣说一个 就是菩萨的那种奴幻三昧 这种放光 这个光一放放到了极乐世界去了 那极乐世界这些菩萨就 就觉得很稀奇 怎么还要放光动地 六种震动 当时观世音菩萨大师菩萨 就也看到娑婆世界的情况 那娑婆世界显然 释迦牟尼佛的样子不是很高大 那问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这是释迦牟尼佛 在五作恶事 视线作佛 悲心圣切 为那些掌声众福 福德很浅诺的人说法 现在要说一个很殊胜的法 才放光诸的词 那观世音菩萨大师 就觉得很好奇 那我们也去听这个法 阿弥陀佛就同意了 同意了观音菩萨和大师子菩萨 带着八十亿个菩萨 一起坐着那种七宝的连台 趋身比请 很快就从极乐世界末 到了娑婆世界 到了娑婆世界来 向释迦牟尼佛顶礼 头面礼足 又饶欺杂 就缺手一面 对释迦牟尼佛说 先问训 说世尊 阿弥陀佛问训世尊 少病少脑 起居清理 安乐 安乐幸福 你看这个 连阿弥陀佛都得问 都是问少病少脑 没有问不病不脑 好 那这些情况来到 这个观音世事 带着极乐世界菩萨来 来一下子庄严了 周边的环境 给出了很多供养 当时有个余晦的 我们这个世界菩萨 花德藏菩萨 他就看到这个情形很殊胜 就问释迦牟尼佛 这个观音世事 他是修了什么样的功德 能够得到这样的 卢患三昧 但是佛就告诉花德藏菩萨 说你现在先看看 你看现在观音世事 在我这个会上 跟我问训 做种种供养 做种种的庄严 你再看看东方世界 东方世界 这是花德藏 就有他的菩萨的天眼 就观东方恒河沙等 祖佛世界 发现了 在一一佛前 都有观世音菩萨 和大师之菩萨 都能够像 就是释迦牟尼佛面前 一样庄严 恭敬供养 都称阿弥陀佛 问圣世尊 少病少老 起居清利 安乐行佛 都这样问训 而且不仅是东方恒河沙世界 南西北方四围上下 也都一样的 同样的情景 那么这个经 大家在宝霞经里面 就是有一个公案 叫文殊师利三处渡下 就是一般的僧团 下安居要三个月 当时摩河加社 是长老很严谨的 持戒很严谨 他三个月当中 文殊菩萨 他参加了安居受仇 但是都不见了 等到七月十五自知的时候 这个文殊菩萨才回 才见到 那摩河加社就问文殊 就不高兴了 怎么老是见不到人 你在哪里坐下呀 问他哪坐下 这个文殊菩萨说 我坐下 我是在波索尼王的 这个王宫里面 后宫里面待了一个月 又在一个学堂里面 跟童子小孩子待了一个月 还有一个月 在那个淫宇时 就是祭院待了一个月 三个地方 这么和加社就不高兴了 说你在心里想 你是家伙 你怎么能这样呢 他就急见罪 要急大众生 要对文殊菩萨进行处罚呀 要兵啊 要兵给他处罚 这个情形那显然就很严重了 大众生都一起来 要把这个都一发露出来 这个很难看了 这时候佛很清楚 就跟文殊说 现在你该要显示你的神通境界了 那么文殊菩萨在这个时候 他就录到三昧 这个三昧就是献一切佛土三昧 献一切佛土三昧呢 在每一个岔土 都能看到有文殊 有魔和加社 要急见罪要急重 每个佛土对于这个情形 这时候佛就告魔和加社 说你现在想兵文殊 你想兵哪个世界的文殊啊 是兵这个世界的文殊 还是兵十方圣 这时候魔和加社 一看这个情形才忏悔 说就是以身文的有限的智慧 去测量菩萨的无限的境界 那么这时候佛跟魔和加社说 你应该要你所看到的 十方世界都有文殊实力 他们也都同样是下三约 有一个约住在皇后的国王的后宫 有一个约住在银云舌 有一个约住在学堂 但是他这个住一约 他令波斯尼王宫中五百女人 不退转于俄罗多罗三门三不提 也令五百个银女和五百个童子 都得到不退转这样的一个佛道 还有很多的众生 以身文法而得到调福 无量众生能有身天上的 这样的一个资格 你看 那么我们看《华严经》 《华严经》在《卢来明号品》里面告诉我们 虚强摩尼佛告诉我们 他不仅是在娑婆世界视线 娑婆世界很光 不仅是在南连佛地视线八项成道 乃至于在百亿个一世天下 都在视线八项成道 而且每一个世界有不同的名号 乃至不仅是在娑婆世界 这个三千大千世界视线成佛 乃至于在娑婆世界之外的东南西 很多很多插度都视线八项成道 而且每一个插度 它有不同的名号 而我们用这些旁证的经典来印证一下 是不是在释迦摩尼佛 在说无量寿经的时候 不仅在我们南连佛地在说 乃至于在他方世界同时在凶书 那在他方世界 也有像阿难尊者和弥勒菩萨 这些当机者影响重 他们当机者影响重 本身都是法身大事再来的是演员 然后坐在下面看表演的 他能得到利益吗 听法的得利益 因为这段节目 我常常读书的时候 我也常常有疑问 这个跟前面的余会大众的数量 怎么悬术太大 这什么理解 如果做第二个这样的理解的话 好像就能说得通 好 请看下面 二十三千大千世界 六种震动 大光普照 十方国土 百千音乐自然而作 无量妙花 纷纷而降 佛说今以弥勒菩萨 及十方乃珠菩萨众 长老阿难逐大声闻 一切大众弥补欢喜 好 这就是最后的花约普庆 就在释迦摩尼佛 讲说这部经典 即将结束的时候 当时就 苏圣的妙法 感得苏圣的内向 三千大千世界 六种震动 就是地动 这个地动 一般六种就是 一种是地动的三种形态 就是动 动起来 这个勇 就是像波浪一样勇 摇 这样的一个三个形态 再就是三种声音 震 猴 和脊 相互脊 相脊的声音 那么一般来说 地的下面是水 地在水上 这个地下就是风 风轮脱着水轮 水轮脱着地轮 那么这个地动 这种震动之向 它是有一种 让我们的心地 无名的心地 能够震动一下 活起来 这个善根 激活起来 六种震动 那么这个 释迦牟尼佛 阿弥陀佛 以及十方世界的诸佛 都放出大的光明 普照十方世界 这就是放光 因为这个 当释迦牟尼佛 正在宣说这个法门的时候 实际上 他方世界 祖佛也在宣说 佛佛相念 佛佛赞叹 那你看阿弥陀金 那释放着佛 都在赞叹 释迦牟尼佛 能为圣男稀有之士 能够在这个 五座二世还能够成佛 这是第一男 第二男还能够为 这个一切世间 说持男性之法 这会视为圣男 对这两男 释迦牟尼佛 还能够超 还能够超约过去 五座二世 视线成佛 视线成佛 为这个烦恼拒足的众生 说这个男性之法 所以释放着佛 欢喜赞叹 所以光光复照 这个大光复照释放国土 然后还第三种 就是自然的音乐 自然而作 就好像摆起一种乐器 不古致名 那种清净的翻阅 再就是天花 无量的微妙的天花 纷纷地从天上降下来 那么这个类像 我们在一部无量寿经里面 可以看到 有四处是非常奇特的情景 第一处就是大叫缘起 佛 释迦牟尼佛 放光线内 脸色 现出前所未有的欢 欢愉之事 这是第一个情形 第二处书圣 也就是法藏菩萨 他在宣说四十八大院之后 他还有一个很自信的发愿 如果我这个愿是真实不虚的话 但愿虚空作证 所以当时就是自然的音乐起来 也是大地震动 也是天雨妙花 自然的音乐发出声音 决定必成正确 这是一个内向 那第三处就是阿弥陀佛 现前的那样的一个宏大的境界 那最后就是在这个结尾 这种情形 所以这种四种 这种大地震动 大光普照 自然音乐 天雨妙花 也有它表法的意义 震动就是我们 闻到这个法 我们的信心的种子 显发出来了 那么这个光明 我们自信的光明 也由于佛的大光普照 我们起来了 产生智慧 自然音乐 自然音乐 自然而做 也是一种实相的 一种音声 显发出来 那么无量灭花 纷纷而将这个花 代表菩萨的音形 音形 要趋向于成佛的果绝 樱花会取果绝 好 那么释迦牟尼佛 说完 这部经以后 米勒菩萨 当机众 与十方 来的 祖菩萨 就是这个法会 十方 一些 无量无边的菩萨 众 也都参与了 于是这个法会 就是盛况空前 前面谈到 贤结的一些菩萨 都来了 贤结的菩萨 贤结当中 有一千尊佛 要实现的 这些菩萨都来了 也就是贤结的 所有的佛 都参与了这个法会 就是未来的 贤结的佛 释迦牟尼佛 是贤结的第四尊佛 米勒菩萨是第五尊 那你可想而知 等米勒菩萨 在他龙华三会 宣说佛法的时候 一定会把 释迦牟尼佛 属辅足的 这个净土法门 在龙华三会宣说 龙华三会宣说 净土法门的时候 也有 贤结的一些菩萨参加 那释迦牟尼佛的后面 又有一个后补佛 那么 不是 就是米勒佛 后面有一个 第六尊的佛 就是米勒菩萨的后补佛 那米勒菩萨 也会把这个净土法门 又辅足在第六尊佛 那第六尊佛 又会辅足到第七尊佛 它是佛佛去传承的 这样的一个法脉 那么 长老 恶难 这是 长老是 道德智慧 借纳都很高 受人尊重 成为长老 恶难尊者实际上年龄 不是很大 但是由于他的智慧高升 所以也在这里 成为长老 以及 足大声闻 足大声闻 包括摄地佛 大墓监林 这些 大弟子们 都是挣到阿罗汉国的了 还有余晦的一切大众 这里包括天龙八步 这些乃至于无形的众生 都弥补欢喜 都皆大欢喜 就是有幸参加无量寿经法会 这个释迦牟尼佛把运在内心的 这个无上圣妙之法 这个称性宣说 又能得到他方足佛的放光 加持 复念 那么这个法门是针对九法界众生来宣说的 一切众生只要闻到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 名号功德 产生 信心 这个信心乃至一念 自心回向 都能往生 往生就能快速成佛 成佛就能度无量无边的众生 对这个法门这么直接圆顿 余慧的大众都了解了 而且都相信了 那个法会的众生肯定大家都能相信 亲眼都见到 那再笨的人他也会相信 眼见为实 所以这种皆大欢喜不是一般的欢喜了 就是对自己一定能往生 一定能成佛 有着百分之百的信心 没有一点的怀疑在里面 这叫米不欢喜 所以这样我们就用两年的时间了 把《无量寿经》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 是去年的冯法班 开始讲 讲完了上卷 今年的冯法培训班 紧接着讲下卷 通过这个《讲无量寿经》呢 本人也是非常的感慨 这部经典还是很深邃的 很不容易懂的 虽然我是第二次讲 第二次讲呢 还真是觉得 你平时读一读 似乎好像是明白似的 但只信你要去深究 其实意理太深了 所以这《无量寿经》 号称是小本的华严经 是净土的第一经 那这也是不是我们浅显的 这种读读一下 看看一些资料 或者拼凑拼一下 所能把它讲好的 要讲好《无量寿经》 很不容易 它这个境界太深了 我们的修为智慧太浅漏了 所以我都想通过《讲无量寿经》 大概我们自己的一生 都要伴随着 《无量寿经》的读诵思维修持 我们可能才能够 把那么一点点 这种法义 把它讲出来 那《无量寿经》 我们从它的续分 正宗分和流通分来看 虽然它的文具比《阿弥陀经》多 但是确实它所展开的 也是信愿性 它的有正性去发起序 它的发起序 当然比《阿弥陀经》 要来得详细 讲述了净土法门的 一些本质性的要点 阿弥陀的这种齐请 也是佛的加持定他齐请 要么连请都请不出来 境界太高 所以这个净土法门 一旦到了一个佛的果地上 你是觉得它的境界高到了 我们很难 很难把握 所以有时候你说净土法门 你说它简单 很容易讲 你说它要讲得像那么回事 那是太难讲 所以已经不是一个认知学问的范围了 这不是认知学问 它为性能 从信心进入 可能是一个重要的特点 那么我们就得养性 养性就得老实的来听佛 给我们奴师的宣说 他要奴师桌 对奴师桌这一点 实际上我们身边有概念的 是吧 奴师桌是阿弥陀佛的事情 奴师桌和奴师桌是释迦牟尼佛的事情 所以为什么为佛与佛方能究竟 它是这么一个特点 二称的智慧都没办法测量 更何况我们这些涅滴凡夫 所以你通过读《无量寿经》 你真的我们就彻底的谦卑下来 你很难说我靠我的认知水平 我能够把它搞得一清二楚 它很难 它摸不到门 所以我们就是来把这个佛所讲的 奴师的去听 听闻 然后去思维 他为什么首先要详细的介绍 阿弥陀佛的这种大怨缘起 我们对这个怨要了解 对这个怨的本质要领要了解 对这个大怨它的出发点 以及它的宗旨在什么地方 我们要了解 那大怨是阿弥陀佛的那种 大菩提心 大慈悲心的表现 虽然有四十八大怨 但看到它的核心就是要解决我们的轮回之苦 要摄氏我们往生 它四十八大怨是要围绕着 解引众生往生这一点来展开的 所以阿弥陀佛就叫解引佛 你抓住解引 所以它大怨要摄氏我们去 于是站在我们的角度 印弥陀的大怨 我们要发怨往生 把这个发怨往生 这个事情把它建立起来 那讲的这个国务恶道院 三恶道院 包括这个种种神通 都是我们这个要求 就让我们升起心目之心 你去了之后就没有苦 你去了之后能得到一些快乐 你去了之后能得到一些智慧神通妙用 你去了之后你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它就不断地给我们传达这些信息 所以它在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的 一报庄严 正报庄严 它都是要激发我们的心目之心 乃至于下半段 下半卷讲的这个五作恶事的种种情况 也是要激发我们的艳离之心 所以艳离这个世间的五五痛五烧 心目极乐世界那样的那种清净庄严 妙丽 衣食自然 长相端正 等等这些 它都是成就我们的愿 都是围着这个愿 愿就是艳离缩薄心就极乐 但实际上这个愿 我们很多是口头上发 内心深处不一定是真实的 你一个人真实地发出艳离缩薄心就极乐的愿 那就完全不一样 它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就完全不一样了 你如果没有一个很深切的相信 你这个真实的愿是出不来的 无量皆已来 苏婆世界的五欲六成恩恩怨怨 对我们太熟悉了 哪能一下子就能够把它疏离掉 它不是很简单的 所以镜头反面 你看这些为什么要说这么多文句 从修行来看 谁都能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 念佛好像谁都能念 但要建立信愿的这种心态 很难 所以为什么佛说 这个难中之难无过此难 可不要是草率看过 确实是很难的 你问问你的信愿是不是真有 你的信愿没有建立 你才知道这个难中之难 无过此难千真万确 所以你看这个 《智不无量寿经》 它真的是 直接指向我们生命的一个 非常真实的一个困境 你在三界火宅里面还在搞什么呀 还在那里细阵纷燃啊 还在那里争争斗斗啊 这些东西都要彻底地看破呀 一往情深地回归到彌陀的大悲怨海 这个大悲怨海是他老人家 无量节以来的那种成就啊 付出了多少生命鲜血 就是为我们成就的 我们常常不了解啊 所以对这个卢士桌 我们是很生疏的 就是看到无量寿经 我们对阿弥陀佛的卢士桌 又有几分的落到心里去啊 还是不如一样 所以我们常常看无量寿经 看看看的 有时候越看越觉得 什么 就是贴不进来 卢油跟水的关系 你可以念得很熟很熟 但是文具是文具 里面东西不一定都到我们心里来 阿弥陀佛那种慈悲 大慈悲心 我们是不是领略到了 领略到以后 我们在老实念佛的过程当中 才对阿弥陀佛卢士桌的那种慈悲 那种智慧 那种威德 那种光明 那种名号的功德 才有一点点那种感觉 你这种对阿弥陀佛卢士桌的这种杯子 有感知的话 你这种感恩 你才能出得来 你这种惭愧才能出得来 你这种愿才真正发起来了 你这个愿 你只要真实的愿发起来 就能往生了 若已愿则若已生了 若今愿则今生了 若当愿则当生了 你光一个真实的愿发起来 就能往生了 哪有那么多啰嗦啊 但是我们是不是真实的愿发起来了 不容易 举行动念是些什么呀 所以难就难得信愿 为什么我一大师 为什么谈得胜一佛全凭信愿之有无 为什么佛说这是一切事件极难性之法 由于尽能难性 你就难以把愿生起来 信愿不具足 你再怎么样去修行 你也去不了 你就把这佛号 就像偶族说的 念得风吹不落 雨打不透 如银枪贴笔 这样的功夫也去不了 因为靠你的功夫去不了的 重点是在信愿 所以我们看这个《无量寿经》里面 他不断地说了这么多 他要解决什么问题 我们要把自己摆进去 佛是对我们说的 我们的问题在什么地方 佛就针对我们的问题 他要寻寻善诱 我们的问题还就是 这个信愿难以建立 随着《无量寿经》 他也不断地就谈这个信愿问题 甚至谈到这个 你这个信心欢喜乃至一念 你有一念的信心 都能够往生 既得往生 驻不退转无上菩提 但一念信心哪那么容易 不容易的 实际上这一念 你不要小看这一念 我们落到地狱里面去 也是一念 往生也是这一念 成佛最后也就是一念 那你具足这样的一念 所以这些 我是谈本人都很惭愧 这个讲《无量寿经》 我越讲越觉得自己 讲得太浅薄 太浅漏 实际上是 这个《无量寿经》太深邃了 我想通过这个抛砖引玉 抛砖引玉 让大家都来深入到 《无量寿经》里面来 它的每一个章节 每一个文句 实际上都是大乘佛法的 那种种词的这样的意义 你也知道 《华言经》最后都倒归到极乐世界去 那你就可想而知 这个《净土法》 《无量寿经》 六字红明 在整个佛教里面所占的地位 那是皇冠上的宝座 末法的时候 留《无量寿经》 最后住在世间一百年 表明这部经典 就是整个佛教的命脉属性 所以这部经 大家不要等闲四肢 不要以为我看到一百遍 三千遍就可以了 你读三千遍 不一定能读懂了 我以后我还会讲《无量寿经》 要多讲 多生怒 才能慢慢地能够 愿解如来真实意 把那些真实的意义 能够说出那么一点点 现在是讲得非常的皮毛 尽管讲得这么皮毛 也是祖父菩萨 阿弥陀佛 释迦牟尼佛 给我们加持所致 没有佛力的加持 我们连开口都开不了 我们能听得欢喜 能听到有 有点利益 也是佛力加持的结果 那么也就足愿 无论是说者 听者 法界众生 都借助这样的 无量寿经的讲诵的功德 同生极乐果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